這裏有沒有朋友喜歡吃白紙呢 其實白紙好似豆腐的 但在質感上又比豆腐好吃 我們這次用一個非常簡單西化的調味 Fusion這一個日式的食材 簡單做法 出來的效果異想不到地好吃 Hello 歡迎收看不食不食 我是Arthur 今集我們製作一個食物很特別的叫做白紙 我們先看看 這一隻是來自北海道的 雪魚的白紙特選級別的Grading 雪魚其實就是Cordfish 這些魚 男性的話就會有這樣的物體 其實就是魚的精 或者英文叫Milt 其實我們這次不會像之前一樣 就做小小的做麻婆 這次我們用這個西式的方法 去做一個小小的Fusion 好像很fine的食物出來 但其實這道菜 只需要大約8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煮完 這次不會專程是剪得太小的 因為我們出來是想整份去出 就是呈現出來會漂亮一點 這些是剛好叫做剪粒出來 所以不要那麼細 這些size就會好一點 忘記說這隻白紙 大家假如想買的話 可以跟N.S.MORE歷生那邊買 那就記得這隻 這隻雪魚白紙 我們眼前其實都非常簡單 除了是白紙之外 會有一些蒜 打好了的蒜蓉 牛油 茄蓉 還有幾片的紫蘇葉 即是日本的大葉 第一件事呢 我們就要 要些牛油 這次牛油的份量要多少少 因為我們是要用牛油 去把白紙煮熟 通常呢 一隻手指叫20g 兩個手指都是40g 我們要大約是 40g的牛油 好了 然後呢 就把這個牛油 放到一個鍋裡 好 哎呀 開個火 裝小火 煮熟它先 OK 這個時候呢 處理白紙啦 我們盡量是 上去瓊乾水啦 印乾下去啦 就是印不乾 得曬的 不過就 進去乾一點點啦 好 然後呢 就用一個盤子出來 一點點底味 我們給一點點柚鹽 一些餐出鹽 基本底味 拌一拌它先 一點點麵粉 就輕輕灑上去 拌一拌它 就是確保呢 它那些辣位呢 都有一些麵粉黏住 可以一路拌一路落粉的 就可以確保呢 那些麵粉呢 可以容易黏到在白紙的表面 反轉它 這些位呢 都可以灑一灑一些粉 這個也是 一路轉它 一路軟一些 一路轉它 就是一路灑一些麵粉 那它有多餘的 就會脫出來 拌一拌它 那就是類似這樣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看煎鍋了 那這些牛油呢 都用得七七八八的了 第一件事 將那些白紙放下去 煎了它先 煎香一面雲一面 放下去先 不要攪拌它 大約是兩份 二人份量 或者三人份量都可以 其實比較多 大約是 百多克一份 好 那我們先煎著它 然後旁邊我們有一個 鍋仔 鍋仔我們就要做一個汁出來了 這次是會用蒜蓉 茄醬 蒜蓉汁底 拿大約是 一個湯匙的蒜蓉 蒜蓉 開火 煮上去先 不要煮焦它 我們是要爆香的蒜 放多一點點油 去一下 好了 慢慢煎一下 想辣一點可以放一些辣椒乾 辣椒碎 灑下去 對 我們盡量放一些蒜 熟蒜 炸蒜 才會有些香味 好 由它自己煎一下 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回到這裡 我們已經煎了一段時間了 其實呢 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的白紙呢 就未熟的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將牛油 好像煎牛扒那樣 不停去 淋上白紙的上面 就用這個 牛油的餘溫呢 就慢慢將白紙 叫做是 淋熟它 或者是將溫度傳進去 所以這一步真的千萬不要快 太快就會很容易煎焦那些白紙 這裡有一些番茄融 我們就放大約四個湯匙 煮均勻 嘩好香 非常之西化的味道 其實這個蒜蓉番茄底 你可以用它拌一下意粉 簡簡單單都很好吃的 好 我們先處理白紙 好 白紙煎一半 油可以開始滾了 可以先移一下 繼續將油 淋到白紙的上面 嘩 正 其實這個吃法是比較西式一點的 假如大家想日式一點 可以將它用 豉油去炒 其實都很好吃 即是醬油燒 白紙其實都很搭 或者中式做法 什麼麻婆 酸酸辣辣 其實都OK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輕輕 檢查一下 把它翻轉 其實現在的底是這樣的 不要反爛它 現在我覺得這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程度其實都挺漂亮的 這一步我們煎多它大約兩分鐘左右 這樣就一樣 煎的時候可以 不停將牛油淋上白紙的上面 即是焦糖化了它 但不要太大火 太大火牛油會焦 太大火煎在表面也未熟 所以要慢慢煎 慢功就出細貨 不停軟 其實你每邊大約是 每邊大約是三分鐘左右 不要心急 不停撥下去 假如大家是怕牛油會耳孔 可以給一些油 例如橄欖油幫幫你 因為我們牛油底 西式東西可以一會 灑黑胡椒碎 其實都很搭 大葉我們這裡有幾片 其實都很足夠了 好 我們先將糰的部分切去 然後將大葉卷起 握成一個球 這樣 就可以很輕易把它切出來 OK 行 我們翻一翻白紙 哇 行啦 好英俊 OK 我們這個時候 就可以 準備關火了 我們稍後要用廚房紙 將多餘的油份 就塑走 吃下去就沒那麼膩 還有那個 即是出來的效果呈現的樣子 都會比較漂亮 這個跟著一些粉 很英俊 煎得很英俊 輕輕 忍一忍 先讓它看看 因為它很熱 這個時候我們有份勢 我們就不如 看看裡面是甚麼樣子 哇 剛剛好 挺漂亮的 我們剛才不是有些番茄融嗎 即是蒜蓉番茄融嗎 其實它收到這樣 就會變得比較稠 就將一部分 撕起 大約兩個湯匙 放一個碟底 小碟底 簡簡單單都可以這麼英俊 我講一碟東西 就將一份白紙放上去 好熱呀 然後一點點黑胡椒碎 剛剛剁的大葉絲 一汁就放在中間 禮成 這個牛油白紙 香辣番茄底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很簡單 很英俊 一次過可以做很多份 好熱 這個吃法其實我覺得 跟白紙非常之合 始終牛油、番茄、黑胡椒這些東西 是西化的調味 但是竟然跟白紙出來的效果 都真的挺好吃 不論是喜歡吃白紙也好 未吃過白紙也好 這個做法相信都很容易接受 而且最重要是可以一次過做很多份 你做好的汁底 煎香的白紙 其實就可以了 好,多謝收看不熟不吃 我們下次再分享其他食譜 下次見 拜拜 拜拜